金山山河国小为了让孩子有正确的健康知识与生活形态 107学年度就参与了健康促进学校国际认证 成果出炉获得赢值奖的殊荣 学生们也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当成了生活习惯 希望借此要远离病痛也远离医生 107学年度金山区的三河国小荣获健康促进学校国际赢值奖的殊荣 其实这是卫福部与教育部共同合作推动 目标是要推动师生的口腔卫生 身体保健 健康体位与全民健康保险等项目 从日常生活与上学的过程中培养正确的观念 借此促进师生的健康 鼓励小朋友多到户外去做运动 做活动 户外活动120 另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戴帽子 另外用眼3010 用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 那在健康体位的部分 我们希望小朋友做到85110 这是一个口号 每天睡满8个小时 天天五蔬果 然后每一天运动30分钟 山西产品少于一个小时 那零就是零含糖饮料 喝水喝到1500cc以上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小朋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学校给他们一个很健康的环境 可以见到下课时间一到 学生们户外休闲活动 在太阳高挂的日子里 学生们总会戴上帽子 一来是担心晒伤的问题 二来为的是要保护眼睛 不被刺眼的阳光所直射 避免视力有所影响 而学生们也都充分了解健康处境的用意 营造健康的校园生活 为什么出来晚上要戴帽子 要保护眼睛 为什么可以保护眼睛 不然会近视 让我们有时候会在下课的时候 到大家一起集合跳健康处 然后他就是还会让我们就是做阅读 然后还会跟我们提倡说四点要少于一 然后跟我们做很多的宣导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见识宽广 小朋友表示健康处境在校园中推动 知道了很多健康保健的知识 像是3C产品不要用太久 还有每天要运动 多吃蔬果以及补充足够的水分 养成正确的生活形态与作息 如此一来就可以远离生病 也远离医生 记者到平函金山采访报导